勇士隊的Curry回來了 可是騎士的Isaiah也回來囉 Isaiah Thomas終於在上個禮拜亮相了 而且他的第一場比賽打的真的是轟轟烈烈 打的真的蠻不錯的 第二場比賽到Boston 他必須要休一場打一場 然後又上了 哇他兩場比賽打的真的可怕 球隊得了127分跟131分 131分是本季騎士隊得分最多的一場 127分是第三多的比賽 可是下一場碰到輝郎 他又挫掉了 為什麼因為輝郎的防守真的蠻好的 再加上攻擊來看 也是掐著騎士隊在打 所以Isaiah Thomas歸隊以後 對騎士隊真的有絕大的幫助嗎 那Isaiah的狀況到底是如何呢 我們稍微檢視一下 騎士隊在這個三場他有打的比賽裡面 總共得分是119分 在本季來看他平均的110分 已經算是很高了 可是Isaiah上場了以後 的確也是幫球隊的得分 注了一個類庫存 馬上變成大力普派 多得了9分 可是在平均10分來看呢 那就是更慘了一點 在本季來看呢 他的防守在10分來說 本來就是聯盟排名第27名的位置 那平均大概失去111.2分 不好的一個數字 非常的不好的數字 可是在這三場比賽打下來呢 他的對手總共攻下了121分 我沒有看錯是121分 因為輝郎隊碰到他們的時候攻下了127 那然後呢他們在自己得131分的時候 他們的對手也得了127分 所以騎士他的問題看起來 因為Isaiah回來是沒有解決的 他只是在他的大量的火炮裡面 又加了一個火箭炮 可是他的盾牌還是一樣的扁 搞不好比過去還要再扁一點了 所以騎士隊這樣子可以爭奪冠軍嗎 我們先看一下他們上一場怎麼輸給輝郎的 輝郎本身呢在防守面是非常的強勢 騎士隊在上半場打完的時候 他有三個先發球員 投籃命中率是0% Kevin Love、IsaiahThomas還有J.R. Smith 三個人加起來18投中0 那這個要怎麼打呢 可以打啊 可是一定會輸 沒錯 那場比賽他就狠狠的被修理了 那輝郎隊是用什麼樣的方式來攻擊他們呢 很簡單 Touch Gibson單打了Brown James 成功 Jimmy Butler單打對手 成功 J.R. Smith Andrew Wiggins單打J.R. Smith 成功 Tyrus Jones都要單打 IsaiahThomas也成功 那你該怎麼守才好呢 那其實明顯的在這場比賽就是守不住 那在整個球技來看 防守一直都是他們最大的問題 你看到他們可能在西區最大競爭的對手 勇士隊 你只要想到他有J.Mon Green跟最會打火鉤的Kevin Durant 還有Clay Thompson這些人就知道 短時間他們可以把對方完全掐住不得任何分數 然後自己去很忙的投了五六個三分球 馬上打出15比0的攻勢 可是騎士隊在東邊呢 他目前為止看起來是完全沒有這種招架的能力 他也沒有辦法在短時間 對方的得分完全牽制住 然後自己跑出一個得分的攻勢 在上場對灰狼隊的比賽呢正好是相反的 灰狼隊讓他得分呢一段時間完全掐住 然後自己跑去得到一堆的分數 因為騎士在單打的時候完全守不住 好啦那這代表說騎士會有什麼樣子的動作呢 他可能在自由球員市場去尋求Andre Bougain嗎 他會在交易市場裡面 用自己的人去換來敵Andre Jordan嗎 當然這兩個人如果真的來到騎士的話 絕對是禁區防守幫忙的大將 可是等一下我們今天重點是在IsaiahThomas 好啦我們回到IsaiahThomas的身上 那回到他身上我們就要講攻擊了 三場比賽平均得15分 命中率看起來是還好而已 他兩分球命中率夠格百分之五十幾 三分球百分之三十五點多 那這個都是平均值或平均值以上一點點的 可是他最大的問題在什麼呢 他現在是一個生鏽的狀況 他有平均3.3次的助攻 可是搭配3.3次的失誤 這種大量的失誤比 加上呢他在防守面沒有真正的對抗性 這個成為騎士隊在未來他必須要面臨 跟面臨挑戰的問題 我相信當IsaiahThomas身手歸隊 他的上場限制時間呢被解除了之後 他可以上到30分鐘左右的時候 這個又是一條可以一場比賽攻下25分左右的好漢 來搭配現在騎士可怕的攻擊 這是一支在得分方面 可以全聯盟排到第一名位置的球隊 可是如果他的防守不改進碰到季後賽 特別是在攻守轉換的防守 以及降低全隊對手半場攻擊的命中率 他沒辦法改善的話 那今年的冠軍賽系列我認為 可能又是西區的球隊要拿下最後的勝利了 好了以上就是我對騎士隊 IsaiahThomas歸隊以後的看法 那各位如果有跟我不一樣的意見 也非常歡迎你到PVE Plus的粉絲頁 還有我個人的粉絲頁 來跟我一起討論你的意見 我們下次嘲笑Key再見了 掰掰